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APGC Adrian SQL Database Support Team 技术支援工程师Jolinda 今天影片想跟大家分享 Adrian SQL Database Performance Insight 今天影片的目标是 今天当用户开始接触了 Adrian SQL Database 那资料库也有了一些workload 那这时候查看效能啊 调教效能就成为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影片的学习目标 首先是针对Adrian这边 有提供哪些比较好用的 效能监控工具 第二个是当今天DBA 遇到user反应资料库 回应很慢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下手 去troubleshooting这个效能的问题 最后会有一个demo 带大家去看在Portal 还有query store上面提供了 哪些比较好用的功能 在监控Ager SQL Database效能 这边我把它分成三大类 首先第一大类是AgerPortal 所提供的效能监控工具 在AgerPortal上面的 SQL Database底下 有一个intelligent performance 在这里下我们可以看到 有四种可以使用的工具 首先第一个是performance overview 那它南瓜的下面三种功能 好那这个待会我们demo的时候 会再看到 那透过AgerPortal的这个GUI 它的好处是因为 它是一个全GUI的界面 所以你不需要去执行任何的语法 就可以查看效能的状况 第二类的话是query store 其实query store是SQL 2016 就开始有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目的就是 它会自动截取查询 执行计划 还有统计资料等等的记录 那它会把这些记录做一个保留 最后query store就成为一个 分析效能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Ager SQL Database 其实预设就会启用 query store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在manager studio底下 把user的data base展开 下面有一个query store 那这里下就是query store所提供的一些功能 最后一大类是针对其他的工具 譬如说SQL的DMV DMV的话通常的情境在 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些 CPU比较高的top query 或者是IO比较高的top query 或者是我们在调查一些blocking问题的时候 也可能会用DMV的方式去找 那好处就是因为 你可以很弹性的调整你的语法 第二个的话是extending event extending event的话就比较适合用在您去监控一段时间 或者是您不确定您的效能问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把extending event先布 事先部署好然后启动 那直到问题发生之后 我们再回头去看当下问题发生的一个SQL的状况 extending event的话就取决于您当时在收集的时候 您启动了哪一些事件 或者是您会去对那些事件做一些适当的filter 最后的话是SQL Azure ProofState 这是一个我们的工程师很常对Ager SQL Database 做效能监控的一个工具 因为它可以完整的去收集当时SQL的活动状况 然后执行语法还有direction啊 wait time等等 那今天主要会针对Ager Portal 还有query store去做介绍 好第一类的Ager Portal呢 所提供的功能底下有其中一个是automatic tuning 那其实Ager SQL Database它因为它是一个PaaS的服务 就platform as a service 所以好处是过去以往的SQL有一些的例行维护备份 在Ager SQL DB就是PaaS的服务下面是可以依赖微软所提供的服务 那其中一个automatic tuning就是自动化的作业 它是因为我们微软这边它会去做一些效能的监控 然后也会侦测SQL的活动状况 所以它会提出了以下三种 包括force plan create index 还有job index的三种自动化作业 那客户可能会有一些concent 觉得万一这些自动化作业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资料库平常的一些运行 那其实自动调整作业呢 它会它在监控您的资料库使用状况之后 它会尽量在比较 您资料库比较低使用率的时段去套用这个自动化作业 那当如果今天套用这个自动化作业的过程中 它发现您的资料库的work load太高的时候 它会去暂停这个自动化的调整作业 来达到保护您的工作负载效能 那以force plan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情境是今天明明有一些相同语法 但是执行速度差很多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您在不同时间点去执行的这个语法 那当时资料库的work load不同嘛 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 这个语法可能执行到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执行计划 所以一个语法之所以会产生比较多的执行计划 有可能是它当时的统计资讯没有更新 那导致它误判了您的基底 所以产生了比较多的执行计划 那这时候force plan的功能就是它去 它会去侦测您的执行计划的每一个执行计划的执行状况 然后强制走一个比较好的执行计划 那这个侦测包括另外create index的话 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有很常有一些select的query 可能是没有相对应的索引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missing index的这种场景 那它提供了create自动去建立索引的这个功能 就是建立完之后呢 它也会再去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去验证说今天您create完index之后的 就是您的select的query在效能上是不是有改善 那如果担心这样的自动化作业 会影响到你们资料库原先运行的一个负载的话 还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先turn off 就是把它关掉 好 那就算把刚刚的自动化作业关掉之后 我们还是会提供给您针对效能的建议 那在这个效能建议里面 我们可以在recommendation这一栏 可以看到它提供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那这个这个是查询 参数化的查询建议 这我们待会在下一页会去详细的讨论 那下面这个tuning history的意思就是 今天它如果已经有apply的一些tuning的话 包括create index或drop index的细节 举例来说它的status是不是完成的 那完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还有它的这个index的栏位是什么 那是apply到哪一个table name的细节 也都会呈现在这个tuning history底下 好 那我们刚刚所上一页看到的这个参数化查询呢 的建议它的情境是这样的 就今天当我们有很多的adhog query同时执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adhog query有可能在您会的条件不同 就会产生会产生一个新的执行计划 那一旦你要产生一个新的执行计划 您就必须要重新编译嘛 那在许多的情况下 其实相同的query你带了不同的参数 是可能会产生比较多的 其实是有可能产生相同的执行计划的 但是因为是adhog query 必须它每次执行的时候 一旦它发现你的任何会议条件不同 就会重新编译一个新的执行计划 那重新编译执行计划 其实是蛮浪费CPU资源的一个过程 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呢 客户的highCPU原因 就有可能是在它的concurrent的adhog query 执行次数非常非常的高 也就是短时间内有很多adhog query 同时在执行 那虽然每一个adhog query 可能执行的时间都很短 但因为concurrent的次数很高 所以你每执行一次 它就要消耗CPU的资源 去重新编译一个执行计划 那最后就导致了highCPU的问题 那解决方法就是去做强制阐述化 把这个功能启动 那一旦启动了强制阐述化之后 我们可以去减少 每一次执行adhog query 就重新编译一个执行计划 那这时候相对的人 就会消耗比较少的CPU资源 去对就是每次都要去重新执行一次 每次要编译执行计划这样 好那前面讲的东西呢 是针对AgerPortal效能检查 提供的一些功能 那在生活的中 生活常见的案例是当 遇到前段user反应 db资料库查询慢的时候 那我们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呢 假设我们已经透过 Ager的Application Insight 或其他的方法 辨识出慢是慢在资料库这一端 那首先我们要先去理清说 这个资料库有没有效能的瓶颈 那我们可以透过AgerPortal的一个metric 去直接查看 或者是用DMV的方式 到资料库去查看 待会demo会看到 以及问题持续发生的时间 是一个永远的issue呢 还是问题已经发生过了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寻找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pattern 举例来说 是不是每天早上 9点上班的时间就来得比较慢 或者是这个慢是持续了几个小时 因为如果有一个pattern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issue的start time跟end time 能更好去narrow down这个问题 第二点是当今天我们已经辨识出resource的bottleneck 或是resource的usage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透过AgerPortal的query performance insight 去找出top query是谁 那或者是也是用DMV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查看top query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blocking的issue 那也可以透过既有的一个功能 叫query store去查询一些query的细节 包括执行计划 执行 然后执行的语法 还有执行的时间 接着我们可以去拿到这个query的 一个实际的execution plan 因为如果你有实际的execution plan的话 假设有一个select的语法 我们可以去看这当中 有没有任何的missing index 可以把这个missing index建立上去 对select的语法会有一些效能加快的帮助 或者我们去看这个execution plan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 对这些top query做fine tune 好 那假设前面三个步骤 您都已经做过了 也理清了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AgerPortal 去开一个support ticket 给到微软这边的技术支援团队 那这边会建议你们在上这个ticket的时候呢 可以把一些详细的资讯 包括这个issue的start time啊 end time 以及sql server的名字 资料库名称 还有特定语法的query ID跟query hash 给到我们 那这样可以加速这个问题的处理 好 那基于这一个 我们在厘清效能问题的一个workflow里面 我们这里可以给你们看一段demo 这个demo就是基于我们这些workflow来去看到说 实际上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效能问题的时候 我们建议可以从哪些地方开始看 首先我们在AgerPortal这边 您可以选到现在想要看的AgerSql database name 假设我现在是demo的DB 好 那我们点到这个demoDB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看到右边有一个图 这点进去之后它就是一个metric 那因为我这个是DTU-based的资料库 所以首先我会看到DTU的percentage 那接着呢 因为DTU的percentage是一个逻辑的单位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清说当你发现DTU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源在占用这个DTU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Add a metric这边点选之后 选到您想要再看其他的metric 举例来说我这边想要再多看CPU的percentage 那你会发现其实CPU 这个趋势是有相对吻合 但是并不是占用所有DTU的 所以接下来您可以再去Add其他的metric 那假设我现在选到的是LogIO的metric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LogIO的percentage是相对吻合的 而且我们可以这边可以换颜色 这里可以看到假设紫色是LogIO的percentage 那它的走势跟DTU的percentage几乎是吻合的 所以从这个metric我们首先可以辨识到一件事是 这个DTU有DTU High的情况 第二点是它的resource的bottleneck是在LogIO 好 那接着我们现在变 我们已经知道说resource的bottleneck在哪边之后呢 除了这个metric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到SQL Server Manager Studio 针对这个userDB 执行这个sys.dm.db.resource.state 从这个DMV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每15秒就会执行 收集一次这个资讯 然后会保留近一个小时的资料 所以从这里的query resul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atabase的LogIO percentage非常的高 那除了这个DMV以外 我们也可以在master的资料库底下 执行sys.resource.dm.state这个DMV 这DMV它的力度就来得比较高 它是每5分钟收集一次 然后会保留14天的资料 那这里就会可以看到是所有database的resource的使用状况 还有它现在的skill skill也就是它的pricing tier等级是什么 然后它的CPU啊 memory啊 IO等等的支援使用情况 好 所以可以透过metric还有DMV的方式 先去辨别你的resource bottleneck 还有什么样的 它的瓶颈在哪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它的瓶颈其实是在LogIO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Portal的query performanceinsight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query performanceinsight其实是 它可以分门别类CPU DataIO还有LogIO 去秀出现在的top5 query有谁 好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当您点选之后呢 它就会列出它的top5 query 还有它消耗的资源等等 那有long running的query可以看 它会针对你的direction去做一个排序 好 那接着我们LogIO这边我们可以看到top1的queryID 好 这个queryID是6486的queryID 你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querytext 它实际执行的querytext是什么 以及它在执行时间的支援使用的消耗率 所以可以透过queryperformanceinsight呢 去找到topquery是谁 然后以及topquery底下 它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语法 那每一个时间它对于资源的消耗的状况是什么 好 那我们得到这个queryID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SQL Server Manager Studio这里 在这个demoDB底下展开 可以看到querystore querystore展开底下有一个叫trackquery 这个view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把刚刚的queryID打上去 好 这边有几个information可以看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planid这一块 planid只有一个469 那代表说这个query其实只产出了一个execution plan 也是一个执行计划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其实有不同 有三角形圆形 那举例来说 其实圆形的意思就是它是执行成功的 这个query最后是有被成功执行完成 然后它的duration是多少啊 maxima duration等等 那三角形的部分就是执行是一个失败的情况 在那一次的执行里面是失败的 好 那透过querystore 我们可以除了看到它有没有多个execution plan 还有它的plan每一次执行的情况以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它的query text 就是它实际执行的语法 以及它的execution plan 它这边预估的execution plan是什么 好 所以querystore也是一个很好 可以拿来做troubleshooting performance issue的一个工具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个进阶的功能 第一个是针对资料库 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告词 也就是alert 还有一些notification的机制 因为今天当资源使用量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发指 譬如说CPU如果超过80%的话 我们就寄出alert的email或者是简讯 那进而这样可以达到主动收到通知 而不是被动的等user反应资料库很慢了 我们才去做后续的一些动作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email啊 还有简讯以外 也提供了push的机制 push就是Azure app push notification 它可以快速的推播到很多的 比如说iOS或Android的装置 那也提供了voice的这种功能 那因为voice的话 目前只能设定是美国的电话 另一个进阶功能是Azure SQL的Elastic 那目前是在preview的阶段 它可以做到就是同时去收集计量 然后透过大量的内建报表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其实有很多内建的报表可以使用 来作为一些效能监控还有分析的作业 那这情境是适用在今天客户如果有可能有成千个单一资料库 然后有弹性急区又有管理实力的时候 客户他不需要针对 花太多时间去针对每一个资料库去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统一整合的地方 它会去统计您现在有多少的Elastic Pool 然后多少的Azure SQL Database 多少Manager Instance 那统一整合起来之后去做一个比较好管理 那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资料库同时去进行一个分析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对这支影片有所收获 谢谢 谢谢